她是森林里的小精灵 太好玩了 她是地道的东北小伙 你别吃了 你别都吃了 这是松鼠的口粮 给松鼠喷香水 找后妈 反正咱家母鼠都 这个不行换那个后妈有的 奇招评出 怪招不断 看她如何让松鼠 从宠物变成财富 敬请收看今天的身材有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材有道 制服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一春市的五营区 这个地方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四处都是巨大的松树 今天来 我领大家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松塔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个的松塔 这个是红松的松塔 里面的松子真的是又香又甜 你知道吗 这些松塔全是一位大哥从这棵树上扔下来的 就好像头顶上落雷一样 大一个 大哥站在十几米将近二十米高的树尖上 在摘松塔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本来还想上去来着 我觉得我够呛 上不去 它们真是厉害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小兴安岭里面 有一种小动物 摘松塔 爬松树的本领 绝对不次于它们 这种小动物是什么呢 黑龙江省一川市 位于小兴安岭腹地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分布在这里 是著名的红松故乡 每年松塔快要成熟时 当地都会组织专人上树打松塔 而这松塔里的松子不光人们爱吃 也是栖息在林子里的小松鼠最爱的美食 山林里的松鼠很多呀 窜来窜去活泼乱跳的 抱着抓不着 天哪 这些小松鼠太灵活了 在松林间蹦来蹦去 很可爱 我特想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但是我抓不到它们那么灵活 怎么办呢 我听说在咱们五营区 有一位年轻人 小松鼠都听他的 他是谁呢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王健威 嗨 大家好 我看我们下午前一位 六宠物常见 可六松鼠的还真是头一回见 虽然这林子里有很多小松鼠 可能像这样和松鼠亲密相处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我看了半天啊 在旁边就看着王健威这个玩松鼠 简直是出神入化 这些小松鼠特别的听话 这只小松鼠叫什么名字 叫乐乐 叫乐乐是吗 对啊 我刚才看他在你的 从这个手跳到这个手 这么听话呢 对啊 有松子 有松子 像你这样 这么听话的乐乐 他得训了多长时间 这个松鼠有一年多吧 然后从三十多天我就开始训 来乐乐 训一年多就能这么听话呀 跳我来 乐乐 跳 过来 他还是害怕 来过来 哇你看 你拿松子人 我拿松子人 到我身上来是吗 小王说 顺化小松鼠主要靠的是耐心和爱心 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小时陪伴他 遇到小松鼠心情不好时 要及时抚慰他 时间长了 小松鼠自然会非常信任你 愿意跟你玩耍 他开心的时候呢 你要陪自己玩 他不开心的时候呢 你要安慰他 打比方说打雷浪 是为了他害怕声音 然后摸着他 然后呢 哄他睡觉 试试他的马哄他睡觉 对 天哪 这不就是哄孩子吗 对啊 把这个吃完 你看他到不到我身上来 乐乐 乐乐乐乐 来 松开 跳 跳 跳 乐乐 跳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意识到可能是衣服颜色的问题 我们的记者马上脱下了外套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呢 哎呦 哎呦 不要回退了 太好玩了 你知道你被小动物信任的那一刻 心里头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 你知道吗 聪明可爱的小松鼠 可谓是人见人爱 近几年 很多城市上班族 也喜欢把它作为宠物饲养 逐渐成为宠物界的新宠 最好玩的状态吧 就是每当那个就是我们一下班 门一打开 它就出来了 就着急出来 着急从笼子里出来 对对对 在这里边就是上酸下跳了 那种 就有时候在这那个就是 它的后腿就挂在这笼子上 就在下班来回那个打球先跟我玩 松鼠天生喜欢运动 饲养时要给它提供充分活动的空间 笼子越大越好 否则松鼠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活动量 导致发育不良 它说魔王如果从小养的话 还是说挺跟人比较亲近的 对 可是经过各种比较吧 金花就完全是难以训养 因为金花很多都是野生之业 都是成年了 然后在这 就特别难训养 对 它那从小养起来 就是你可以摸啊 可以碰啊 它就继续咬你 它也不会下狠口 王健威的松鼠养殖场 坐落在五营平山林场 这里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 这个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大笼子里 存栏将近四百只种松鼠 每年销售宠物松鼠一千多只 利润在十几万元 这在五营当地算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而六年前 二十二岁的小王 原本在河南郑州打工 怎么会突然跑回这大山里 养起了松鼠呢 都是有两个闲钱的 就是我现在买一只比较可爱的宠物吧 然后我就搜一下子 就是咱家乡有什么呀 叫小松鼠吧 王健威当时在郑州一家酒店做采购 闲时想养一只小松鼠做宠物 在上网浏览时 她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名字 引起了她的好奇 我当时看那个松鼠上面写的是魔王松鼠 我相信这个松鼠肯定就是说很厉害很好 但是我一看的时候 跟我跟就是 就是在说是 这不就我家山人的灰狗子吗 一模一样长得都一样 都是黑色的 很快她就在花鸟市场买到了一只魔王松鼠 工作之余陪伴小松鼠成了她最大的乐趣 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之后卖松鼠的那家宠物店老板 总是打电话找她帮忙 又是这个老板就问我 你那儿杀人的兽数月有野生松鼠 我说有啊 他说能不能够抓一些 忙活了一阵子 野生松鼠一直没抓着 慢慢的王健威也开始琢磨 这小松鼠既然在宠物市场这么受欢迎 自己能不能搞松鼠养殖呢 早有辞职创业打算的小王 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那年的春节啊 王健威从郑州回东北老家 没有选择坐火车 而是选择了长途汽车 辗转了三天啊 才回到了伊春 这一路的辛苦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把那只松鼠带回老家 回家之后呢 他迅速筹错了一万元钱 以每只三百三十元的价格 从别的养殖户那里呢 进来了三十五只松鼠 开始了他的养殖生涯 但是啊 当时的他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么一个仓促之间的决定 是让他吃了一个不小的亏 感觉一种上到受骗的感觉 但是也不懂嘛 就是说 按现在来讲 他这个二锅鼠 他就是没有一锅鼠 这个繁殖的好 由于没有养殖经验 第一次饮种 花了买头窝鼠的高价 买到手的 却是产载率低的二窝鼠 二窝鼠呢 他本来生的就晚 所以说姓成熟周期 他就晚 所以说二窝鼠生的慢 所以说二窝鼠要经过一年半的时间 他才能生的 当初 王建威突然放弃 郑州的酒店工作回乡创业 选择的还是自己并不熟悉的松鼠养殖 原本在父母亲朋看来 就是不靠谱的事情 现如今又发现这批松鼠一年半以后才能产载 王建威很长一段时间出门 都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 我特别要好的同学都说 说大卫啊 你这松鼠啥时候能下咋啊 我家儿媳妇都给我生孙子了 你这松鼠咋还不下咋呢 那段时间 王建威没少被周围人嘲笑 虽然一直投入不见产出 可他坚信只要对这些小松鼠好 一定会看到回报的 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小王从来没有亏待过这些小家伙们 看我身后这笼子里的松鼠啊 他们一上午就不停地在跑 不停地在跑 好像在玩杂技一样 又像急行军 那他们为什么就不停地在里头翻弄呢 这一上午 因为饿呀 饿什么 那等什么呀 赶紧喂吧 你看这瓜子好的 就比那个商场里 袋子里卖的那个瓜子都饱满 粒粒饱满 而且 还有这个苹果 这苹果是 补充水素和微精素 那我也能吃了 特别甜 真的好甜 走吧 在人们的印象中 小松鼠爱吃松子 可这人工养殖的松鼠 要是顿顿喂几十元钱一斤的松子 小王肯定是吃不消的 他发现 这颗粒饱满的葵花籽 小松鼠同样爱吃 按一个龙舍八十只松鼠计算 一天喂两顿 一顿两大勺瓜子就够了 平均下来 一只松鼠 每天的饲料成本 只需要零点二元 看 我发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天呐 这是一块动物的骨头吧 对呀 这个骨头你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难道吃肉吗 它不吃肉 但是它可以用这个骨头来磨牙 磨牙 我明白了 而且除了骨头 还有山河道 这也应该是用来磨牙用的 对磨牙 听听声了吗 可这 接着磨 请 它在磨牙 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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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零食 然后按咱人的正常思维吧 它这个 自从射完咱以后 就是说 所有就是说 这个磁性动物 它应该有乳头在外边漏着 但是 这个松鼠 它乳头没漏 看到这只松鼠的大肚子不见了 却没有哺乳的迹象 小王判断 可能是假韵 他当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 又气又恼 于是随手把那只母松鼠又放回了大龙舍 后来第二天早上 我一想 不对呀 然后把我盖鱼舟 手摸到窝里边一摸 四个冰凉的小崽 当时 欲哭无泪 特别难受 他看着那几个小鼠捧到手里 那眼泪都下来了 完了就说 妈呀 这哪是我的松鼠不下崽 这不是让我给活活的糟了吗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些松鼠终于下崽了 可是却因为王建伟自己经验不足 把这些小松鼠活活饿死了 他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懊恼的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去 你说这件事情 其实也暴露了王建伟自己在养殖松鼠上知识匮乏的一个情况 于是他就花600块钱报了一个班 报的什么班 蛋糕烘焙班 他不是养松鼠吗 学蛋糕烘焙干什么 王建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每天去学习如何烘焙正宗的戚风蛋糕 学成之后还在家里置办了全套的烘焙设备 他做这么多蛋糕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别说还真是特别标准的戚风蛋糕 看来小王你这个烘焙没有白雪啊 我尝一块啊 吃吧 好吃好吃好吃 你别吃了 你别都吃了 这是松鼠的口粮 这是给松鼠吃的是吗 对啊 那我还是别从熟口夺食了 那我们去喂它吧 可以啊 好 走走走 吃蛋糕 我这头回听说 哪一个 这个 这个啊 来来来 哇都疯了 你看 你看 全都疯了 来来来 马上就有了 马上就有了 快 你先进去吧 我有点怕 然后 进来 我们要把门关上 进来 我试验师不进来 我们不敢关门 来嘛 来嘛 哇哇哇 消息消息消息 好 哎 把门关上 然后 哦 它是双保险 行吗 行吗 来 走啦 开饭咯 天哪 天哪 进来以后觉得突然间安静了很多 因为他们都被这个蛋糕吸引了 你看 像开会一样 没人一口 太可爱了 你可以摸吗 我能摸吗 现在 能摸 我告诉你怎么摸 哦 哦 顺着尾巴往前捋 然后就这么摸 然后呢 摸就住一点 反正可以摸吗 这个黑的 这个黑的比较没事 哦 好可爱 通过上网学习 王健威了解到 松鼠的饮食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蛋白质 野外生存的松鼠 可以通过采食昆虫 补充蛋白质 而人工养殖的松鼠就要多给它们补充牛奶鸡蛋等营养 这样小松鼠的毛色才会光泽漂亮 除了学习烤蛋糕啊 王健威还学了不少松鼠的养殖技术 你还别说这些小松鼠特别给面子 一窝一窝的开始下载 这下王健威可以说是高兴极了 恨不得天天和这些小松鼠待在一起啊 他天天看天天看怎么都看不够 可是看着看着就看出事来了 松鼠妈妈跟很多哺乳类动物一样 当刚出生的幼崽被发现时 它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 为了给小松鼠找到安全的新家 要叼着它们到处换地方 折腾几次 小松鼠娇嫩的皮肤 很容易被母松鼠尖利的牙齿误伤致死 这之后小王就不敢接近小松鼠的龙舍 直到有一天 小王发现有一窝小松鼠都神秘的消失了 小松鼠究竟去了哪里 小王仔细回想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难道是和几天前的一次争吵有关 小王说 自从他开始养殖松鼠 家里的活就顾不上了 为此两口子没少闹矛盾 小两口在龙舍旁争执了好一会儿 妻子离开后 小王就发现龙舍里的松鼠有心异常 那个松鼠就像瘦子静下 就像说有句话讲的 好像是踩着尾巴了 就那种感觉 虽说看到松鼠异常跳跃 当时小王正在气头上 也就没有多在意 直到几天之后 小松鼠陆续消失 他才恍然大悟 松鼠妈妈听到争吵声 产生了应激反应 这才酿成了悲剧 搬家他需要就是带着他的一个幼崽 就是掉了幼崽的套里 然后他是只要一破皮 见血 那母松鼠就以为 他的小胆不健康了 出血了 所以说母松鼠会把幼崽吃掉 松鼠的繁殖期 在每年的三月到六月 本以为错过了今年的繁殖期 看不到刚出生的小松鼠了 可小王的养殖场里 却意外地降生了两只小松鼠 各位今天真的非常荣幸 我们来拜访一下 松鼠的小宝贝在哪呢 在乡的里啊 在这里头是吗 对啊 那我们能看一下吗 不行 你先敲门 真有礼貌 还先敲门 小宝贝在家吗 牙开吧 怎么开呢 告诉你 我怎么看你要掀房顶呢 敲门吧 有原因的 就是说这个松鼠 就是说你要枯燃 一掀着干 他容易炸窝 知道吧 敲门 他听说这个洞里咱敲门声了 是给他一个警示 对 他心里有个准备 然后再去掀这个房顶 对 敲完门就掀房顶 这到底是有礼貌 还是没礼貌 来来来 天哪 看到了吗 这直接把它拿出来就行了 是吗 拿出来就行了 好小啊 好可爱 这是吃奶的小松鼠呢 没断奶的吧 没断奶的 其实没断奶的小松鼠 我这样想想想 感受一下 我弄住 弄个小柯 把它捂住 好小啊 好可爱啊 天哪 简直太可爱了 行吗 特别的忙 你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王建威发现 大部分松鼠都能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子女 可是也有这么几个妈妈不负责任 用王建威的话说 就是只下蛋不抱窝 生完了小松鼠以后 他就天天出去玩啊 吃啊 把自己吃得挺胖 可是小松鼠各顶各的又瘦又小 这可怎么办呢 摊上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应该怎么管理这些小松鼠呢 他是森林里的小精灵 太好玩了 他是地道的东北小伙 你别吃了 你别都吃了 这是松鼠的口粮 给松鼠喷香水找后妈 反正咱家母鼠多 这个不行换那个后妈有的 奇招频出 怪招不断 看他如何让松鼠从宠物变成财富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王建威发现 有些松鼠妈妈管生不管养 贪玩不顾家 看着一天天消瘦的小松鼠 可把小王挤坏了 我发生的不负责以后吧 我想这个玩意能不能找代养妈妈 小王听说给他们喷香水 能让松鼠妈妈分不清 小松鼠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就会一起抚养 可是这个办法看似巧妙 却很容易出现另一种后果 那就是松鼠妈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了 于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王建威抛弃了 她开始琢磨 能不能把被动送养变成主动认养呢 比如说在这个母松鼠呢 出窝吃食的时候 我把那个幼崽放在食盒里 如果这个母松鼠呢 看着这个幼崽不紧张 以为是他的孩子 自己叼到窝里的时候 那这个母松鼠就是说 哺乳对幼崽的几率 得占到90%以上 因为他以为是他自己的崽子 吊着他拿回去的 如今王建威的松鼠养殖 已经出具规模 纯兰的种松鼠将近400只 他又开始尝试不同品种的松鼠繁育 那你给我介绍介绍 这些都是什么 你看我身后是龙的 这三个 就是说咱俗称的魔王 就是这三个都是东北灰松鼠 对 只是它的颜色不同 对 其实仔细看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黑灰色 对 这个是三色 三色 三种颜色 尾巴 背和腿 还有肚皮 肚皮 三色 背上一种颜色 腿上一种颜色 肚皮一种颜色 对 这也是红的 红色的 对 那你看看 你看 它就是我印象当中 那个最传统的那种松鼠 是像一种那种红 红色发亮的颜色 而且很可爱 这是红魔 对 也就是说这三只 其实都是魔王 魔王松鼠 对 但是颜色不同 对 这只 雪地索 它跟那个红魔又不一样 它也是一种红 但是它发金黄色 对 而且它的尾巴是白色的 对 你看 特别的可爱 对 这些松鼠 根据不同的品种和品项 价格在两三百元 到上千元不等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 它的松鼠养殖场 喜欢它的松鼠 王建威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 通过网络 把自己家乡的小松鼠推销出去 远在江苏南通 开宠物店的小黄 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 专程赶来进货了 我看了它 它的养殖场 跟人家比比 它的松鼠确实好 确实个头大 毛色比较好 价格也公道 当时那时候 我就决定跟它合作 经过六年的坚持不懈 王建威的松鼠养殖 已经从最初的35只 发展到现在的 年初蓝量 一千两百只 到一千五百只 年销售额二十万元 并且与哈尔滨 山东 上海等地的客户 建立了长期的供货关系 和王建威做朋友聊天 很快就能从他身上发现 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活泼热情 但是如果和他聊起松鼠养殖 你就会发现 他身上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和睿智 他是一个有计划 有规划 甚至有野心的人 那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松鼠养殖友的时候会不赚钱 他还能够坚持下来 他告诉我说 他平的就是一份喜欢 他怎么看都看不够的一种喜欢 我想 如果说 干一行 爱一行 是一种美德的话 那么爱一行 干一行 恐怕就是一种幸福了 好了 养殖友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